洗澡洗到一半,女子情急之下,竟从三楼窗户往外跳,还好无大碍。 洗澡洗到一半,女子情急之下,竟从三楼窗户往外跳,还好无大碍。 人生中总有那么邪不如意的东西,很多人一时脑袋没转过完全容易产生悲剧。 据社交网络了解,在卧外有一个穿着非常少的女子,就这样挂在楼房三楼的一个窗户上并呼喊,就面一开始人们纷纷猜测原件。 甚至有些开始小声的骂不要脸,估计是小翻。 但是随后窗户上竟然开始冒出浓烟了。 原来这位女士在房间内使用了电器,不但引起了线路着火更悲剧的,是女子正在浴室洗澡完全没有发现外面滴状况。 女子当时洗澡正洗到一半,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才发现了外面滴状况。 但是这时候已经晚了女子情急之下,只好随意的套上一件衣服,便准备从窗户跳下去逃生。 但是她家处三楼,说,高也不高说,矮也不矮。 女子看到外面的高度后,顿时不敢为我吓跳了,便形成了这样尴尬的局面不过外。 幸那是女子掉下来后,下面的热心群众早已帮她准备好了接她的东西没有。 大概事情传到网上后,很多人骂女子傻说,不知道拿着浴巾泡水裹着身体往大门口冲哦。